大家好大家好 歡迎收看《轉告得一用》 我是主持人徐國勇 今天是陳俊翰律師的告別式 包括賴清德準總統 蕭美琴準副總統 都到場表達愛意 那蔡英文總統 也特別贈予陳律師家屬相關的包養令 並致詞表示 這是全台灣社會的巨大損失 他的志業將由我們持續來實現 所以對於陳俊翰律師的離世 我們表達最大的哀悼跟不捨 今天是週二 行政院長陳建仁再度回到立法院備詢 他表示會跟蔡總統蔡英文 一起的同進退在520 他說他已經跟他講好了 不過在這個時候我們看到立法院最熱門的話題 還是在國民黨要讓一席的招委給民眾黨 據說現在國民黨的支持者 國民黨的基層炸鍋了 罵爆了 有燃尾也不同意 那聽說同意的燃尾也接到了很多支持者 否定罵爆了的電話 這我們要繼續的觀察下去 另外我們看到林宥昌 他再度站上了火線 回應基隆市東岸廣場相關的爭議 他表示謝國良有親自主持兩次的應變會議 也就是警察 他要殺盤推演如何來接管的這些相關的會議 但是謝國良他否認有指揮警察 但他承認前一天有相關的簡報 然後呢 他是不是要把合約的細節全部推給發言人呢 因為說他沒有指揮 相關細節由發言人來說明 不過我在這裡先告訴大家 整個基隆市誰有權利指揮警察 我問觀眾朋友們這一句話 應該是誰 我告訴大家 全基隆市只有一個人有資格指揮警察 那個人就叫做基隆市長 因為我當過內政部長 我了解如何指揮警察的雙管 一個就是中央直接指揮 一個是地方的首長 也可以指揮地方的警察局長 所以在這裡來講 怎麼可能他沒有指揮 他沒有指揮那警察自己跑去啊 這個叫做推卸責任 這麼多的議題都值得大家來探討 現在我先來介紹我們今天的來賓 第一位是我們的立法員 我們的陳冠廷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們台灣醫事法律學域執行長 我們羅君軒 羅醫師 羅醫師 永哥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們的台北市議員 簡蘇培 蘇培 永哥好 大家好 我們知識在梅田 邱明玉 明玉 永哥好 大家好 國民黨要讓一席招委給民眾黨 現在被支持者罵爆了炸鍋了 尤其被罵得最慘的聽說是奈事寶 為什麼 因為奈事寶講了一句話說 大概財政委員會要讓給民眾黨 這下子他被罵爆了 結果他馬上否認 他說他沒有要支持給民眾黨 聽說幾乎每一個國民黨的立委 都接到了罵爆了的電話 我們看個相關的報導 立委 賴事寶辦公室電話響不停 助理電話接到手軟 全都是打來抗議 國民黨要把財政委員會的招委 讓給民眾黨 賴事寶大土苦水 修出接到司法界有人傳來的訊息 批評 李讓招委給黃珊珊是魚虎謀皮 基層不會支持 會埋下隱患 要求幫忙反應 他們打電話來 他們反對的 不是只有反對說 財委會的招委而已 不是喔 他們是反對 李讓招委給民眾黨 對我來講 我是票已經支持的農民產 沒有去支持其他人的這樣的餘地 我牽出去我不能一生兩賣三賣不可以 而且國民黨的善意 但是我們還是尊重他們 我覺得這些爆料都沒有必要啦 大家每天都在用爆料的方式 因為我們黨團有黨團的溝通管道 我們都有保持他們的溝通 藍白持續溝通 但國民黨基層炸鍋 就連國民黨前秘書長李乾隆 都嗆國民黨沒學到教訓 哎呀 這就是說 卻賣掉還放人家玩錢啦 互賣不會賣掉啦 應該藍綠之間要和睦相處 叫藍綠和 不要局限一直在藍白合作 藍白和 藍白和這個已經破局了 而且這個已經造成大家心理上 很大一個障礙 那我們一定要能夠團結所有的力量 所以國民黨中央的立場 就是尊重我們立法院黨團 大家一致的運作方式 那目前大家就是用一個彈性的方式 最重要的就是能夠結合所有的力量 把這些法案通過 這是我們民眾的期待 也是我們最高的目標 29日即將召委選舉 國會第一大黨抵觸橄欖支 想當立院藍白和第一步 民眾黨還沒點頭 國民黨內的怒火已經被點燃 我們來看一下召委擬浪黃珊珊 這是財政委員會 國民黨基層炸鍋 紛紛致電黨中央幹部 立委要求當人不讓 那傳出後引發國民黨 部分支持者強烈的不滿 致電傳訊國民黨中央黨部的幹部 立委要求當人不讓 要堅僻親也 這下是好玩啦 因為這是誰透露的 奈士寶透露的 他說他接到了非常多的電話 讓他也無法遭擋 所以呢 奈士寶說 若要讓財委會 在財委會的臺北市三席燃圍 自己王宏輝 李燕秀都不會同意 那這三席都不會同意 那他怎麼怎麼讓給黃珊珊呢 所以換句話講 這三個都是選出來的 換句話講那就是不分區 可能會同意喔 大家都在看 這時候我們看趙少康怎麼講 他說民眾黨最後也算是支持韓國瑜 當立法院長 喔 現在國民黨承認了 原來在韓國瑜當立法院長是藍白河 趙少康幫忙承認了 這個時候他說 我們就投桃報李吧 給予民眾黨一席招委 又怎麼樣呢 在這個時候我們再看 與傅君奇提前開打黨回戰嗎 所以這一席招委的讓出來 朱立倫他是說藍白河 但是接下來被罵了以後 他就說哎呀哎呀 又沒有說要怎麼樣 可是傅君奇說 現在正在協商中 結果朱立倫說 這個議題不值得討論的傳言 真的是傳言嗎 傳言還會傳這麼多嗎 在這個時候黨魁之爭提前開打 才傳傅君奇想要選黨主席 黨務主管對外放話 朱立倫會連任 如果不值得討論 那你為什麼要黨外主管對外放話說 朱立倫會連任呢 所以換句話講 從一席的招委 要讓給民眾黨到黨主席的選舉 顯然的這個一樣有關聯性 我只能三個字 韓國瑜的老話 可憐啊 可憐啊 為什麼就是說 我覺得國民黨現在有點熱臉天冷屁股 因為事實上你從民眾黨的這個總召 黃國昌自己就講了 他說改革比較重要 位置不重要 但是我這句話 我還是要吐槽一下 怎麼會位置不重要 你當然有位置才能改革啊 你沒有位置的話 你就像我們這邊評論而已嘛 所以你一定是要有位置 你才能改革 所以第一個 我覺得黃國昌比較高舉道德的大吉 然後不然你現在幹嘛當立委 對不對 你就是有位置才能改革 所以為什麼大家現在想要講總召 但是為什麼我說國民黨很可憐 因為黃國昌就講了嘛 他說改革比較重要位置不重要 代表說民眾黨現在沒有再去跟你要位置 反而民眾黨沒有要跟你要位置 國民黨現在自己內部吵成一團說 我要讓你 我要讓你 不是熱臉貼人屁股嗎 民眾黨一定有要位置的 怎麼可能沒有 但是他檯面上是這樣講嘛 檯面上是這樣講 要的位置 嘴巴還要贏 贏掉還要贏 這民眾黨也是這樣 很高興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 你就還是要認清事實 你現在就是熱臉貼人屁股 好那不管怎麼樣 你現在自己國民黨要 自己要讓一息給人家的狀況之下 那現在第二步 下一步就是講說 你要讓哪一個委員會 你要讓哪一個委員會嘛 那為什麼今天會有賴事寶這個爭議 因為賴事寶前幾天 他可能嘴巴比較快 他就直接拿簡訊給大家看 他說他有消息 就說黨團指示 說財政委員會要讓 而且讓是讓給黃珊珊 那講到黃珊珊 整個這個國民黨就炸鍋了 我記得最明顯就是我有一天 就是前幾天 我跟那個林濤同臺 林濤就住我旁邊嘛 你還記得林濤嘛 林濤他不是當時 國民黨敗選的時候 第一個跳出來檢討 檢討誰 檢討說敗選 國民黨敗選是因為黃珊珊 黃珊珊是戰犯啊 所以林濤就馬上講說 誰都可以讓 就是不能讓給黃珊珊 所以就是黃珊珊 等於說三個字 在國民黨的仇恨值是很高的 可是林濤是朱立倫的子弟兵 對啊 朱立倫說要讓給 他敢違反老闆的意思 可是他是講說這個這個 就是他代表基層的心聲 反正基層又來了啦 對 換句話講 朱立倫沒有代表基層的聲音 林濤代表基層的聲音 基本上就是說 這個黃珊珊對於藍營仇恨值是高的 因為大家知道藍營 那個黃珊珊是這個反對藍白河 他是民眾黨的鷹派 所以大家會認為說 你要就算禮讓 你就是不能禮讓給黃珊珊 好的 你不能禮讓給黃珊珊 你其他的 其他的立委 都是辛柯立委 我覺得評論講得好 就是說你有那個咖嗓 才吃那個蟹藥 你其他人你是可以去當招委 你有那個咖嗓嗎 那你算來算去 那唯一可以當招委資格的 就是黃國昌 黃國昌是司法委員會的 那很妙啊 那你看我認為就是說 現在一字排開了 國民黨每個委員會 都有自己屬意的人選了 包括交通陳雪生 對不對 那你這個教文的話 柯智恩 那魏環委員會是王玉銘 你其他經濟算是楊 楊瓊英 然後這個財政是羅明財 基本上都是資深的 內政他們要禮讓給這個高金素媒 基本上每個都是資深委員 那為什麼你司法委員會 獨獨是吳宗憲 他們想要就是讓吳宗憲做招委 只有吳宗憲是新人 你唯一可以讓是司法 那你為什麼不讓司法給黃國昌做 他說司法絕對不能讓 對 因為大概洪孟凱反對 洪孟凱現在跑去教文了 洪孟凱也也掉 跑去教文也是反對 因為他會在新北市選市長 那我看的 我看的是另外一個角度 那為什麼你看那個這次 那個國民黨的總召 國民黨總召 傅崑琦也去司法委員會 大家會覺得說天啊 你一個更生人好了 那你跑去司法委員會 我們來看啊 我最後要講是說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黃國昌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八年才講的話 拖了十幾年 終於確定了 月判月經 最後只判八個月 他在講誰 講傅崑琦啦 真的是親得不像話 他說傅崑琦還好幾個弊案 還有好幾件弊案 還在拖延訴訟程序 希望早日判刑確定 趕快去坐牢 不要濫用全市去外衣間逍遙 這是黃國昌老師 二零一八年所講的 他在罵傅崑琦了 對 還說他有好幾件弊案 現在要捧傅崑琦啦 那現在兩個人都在司委會 那傅崑琦是不是怕說黃國昌 去當了招委之後 哇 這下子 就有傅崑琦的案子對不對 傅崑琦敢嗎 對 我認為 我就是說傅崑琦 大家也會覺得說你自己本來就應該立意違病 那黃國昌敢嗎 你就不應該進司法委員會啊 大家會覺得傅崑琦就不應該進 司委會 所以我認為就是說 他現在擋住黃國昌 不讓他不讓他當招委 是不是跟個人這個也會有關係 所以就是我覺得很多眉眉嘎嘎 不然現在國民黨告訴我 你要哪一席要讓 哪一席要讓 你就直接說 沒得讓 看起來是沒得讓 因為當仁不讓 當仁不讓 不過到底讓不讓 讓了招委 還被黃國昌吃豆腐 說改革才重要 位置不重要 維園 你有夠稅力 讓給人家 還要豆腐送給人家吃 你們國民黨豆腐很多 我們當仁不讓 但是現在很可惜 我們黨團的這個總召說要讓 我先講一下 這個賴士寶 他為什麼要提前 雖然他被打 那個電話被打爆 但他為什麼要提前這樣子 把這個話講出來 他講完之後讓財政委員會破局 賴士寶在財政委員會 你認為破局了 賴士寶有去花蓮嗎 沒有去花蓮 知道怎麼投票嗎 他也不知道怎麼投票 聽別人轉述 先把財政委會講出來說 讓黃珊激起全部的藍營民族的群情激怒之後 再來財政委員會不讓了 這樣讓不出去了 所以我覺得賴士寶 我以為還是這個僵是老的辣 但還是要講一點 這個布崑奇總召一直在講說要善意 那我就要問這個善意的意義在哪裡 到底為什麼要提供這樣的召位 雖然現在黨團已經決議了 決議很多 不管是葉元支 包括侯孟凱今天早上受訪的時候 也有說這個比例 投票的比例懸殊 但後來據我所知所謂的懸殊是 四十個立委裡面有二十個沒投票 然後二十個去表態 表態之後好像十票贊成五票 反對另外五個人不知道怎麼樣 所以贊成才十票啊 對 贊成有沒有過半數 懸殊是不是懸殊 兩倍是懸殊 但他絕對值有沒有那麼高 體積沒那麼高 你們沒有過半數 對嘛 所以現在好 所以像我們回到基層 基層我們國民黨的支持者都在問 過去這麼多次被民眾黨吃豆腐 被民眾黨耍這麼多次之後 這一次喔 老實講是國民黨主動提出 讓一席招委的喔 我有問民眾黨的朋友啊 說你事情有任何徵兆 有任何聯繫 沒有 當天晚上柯文的飯局也沒有 那都沒有提議 這時候提出來之後 黃國昌說這個改革比位置重要 就國民黨而言 支持而言 會覺得的確是有點熱臉貼冷屁股嘛 那這樣給他招委之後請問一下 國民黨到底換回來的什麼東西 換回來只是善意 善回來的善意叫做黃國昌 在二零二六年要去拒絕新北市市長嗎 那洪孟凱不爽嗎 真的是這樣子善意換回來嗎 所以類似的換交換過程當中 招委可不合作 可以 但合作的目的跟合作的成果是什麼 我覺得黨團還是要去講清楚 對啦 因為總不能東西給了人家 然後連自己的豆腐說送給人家吃 還有人這樣 讓那時候要加送豆腐 給人家吃豆腐 這樣也怪怪 我覺得那可能是傅崑奇有私心吧 傅崑奇有私心 什麼私心 傅崑奇大家知道嗎 他想選新北市長 他也想選 這有什麼 他你因為他花蓮王滿足得了他的胃口嗎 之前他有沒有對臺北市長動心過 有沒有 有啊 有沒有對桃園市長動心過 有啊 對不起 現在一個叫做蔣萬安 一個叫做張善政 人家才第一任 有他的份嗎 傅崑奇認為他是工具人嗎 哪裡都可以嗎 哎唷 他我告訴你 不是工具人 他覺得我花蓮王 我怎麼可以只在一個地方 就直接選總統啊 這個選總統了 對不起 那能夠先選個首都市長嗎 不是 直轄市長嗎 再公總統嘛 對不對 那直轄市長總要這樣 人生才圓滿啊 那向來向去 向來向去 新北市侯友宜到任 就沒有啊 不再連任啊 台中市也到任啊 台中市 盧媽媽這次戰果輝煌 而且台中耶 還是新北好 離台北近一點 媒體交點多一點 所以 而且聽說他還想選黨主席 是 所以最近你看到朱立倫 你看到那個共識影頭去 他那個地主 哎呀 我們感謝我們黨主席 朱立倫好像也沒多正眼瞧他一眼 是不是也聽到風聲了 朱立倫會連任 你看黨務主管對外放話 那請問為什麼要放話 一定是聽到什麼風聲嘛 所以先放話嘛 先卡位先定調 因為放話就一定是有聽到風聲 對 不然幹嘛這樣此地無銀三百兩 搶著放話呢 那這風聲是什麼 那你說傅昆琦這樣 當然有可能 為什麼 第一個 如果真的是讓他去選黨主席 真的選上黨主席 請問一下這次侯友宜 為什麼能夠代表國民黨 黨權在朱立倫手上 我朱立倫要停侯友宜 不停郭台銘 就是侯友宜出來啊 那傅昆琦如果選上黨主席 那可能就職工總統 職工總統 不敢說職工總統 至少職工新北市長吧 比較有可能嘛 對不對 有可能 又或者就像他選總召一樣 以進為退 我要選黨主席 那你朱立倫 你要不要弄個新北市長提名我 那最後小小插播一下 聽說啦 現在國民黨最新有人放話了 說哪一席招委比較有可能讓你知道嗎 說財務委員不可能 司法法制委員會不可能 因為重兵都在那裡 好 未還 可是有一個報紙寫教育 不管啦 那可能就是國民黨人比較少 反正內政不會放啦 為什麼 因為內政有警察 有消防 有移民 最重要還有國土管理署 以前叫做營建署 欸 開玩笑還有疫症 還有地症 還有民症 還有宗教 內政委員他不會放啦 每個委員會都很重要 聽說 他不是說講未還的是說 因為陳昭芝本身有這個醫藥背景 然後陳金輝跟陳昭芝還不錯 兩線 兩個人理念相近 然後國民黨也沒有重兵在未還那邊 所以比較可以讓 那蘇培聽到是教育 那聽到是這樣 可是我覺得這個國民黨支持者 能夠受得了嗎 總統大選被玩不夠 現在昭偉還有熱臉去貼人屁股 人家民主黨說 我沒有主動求欸 國民黨聽到陳昭芝會講說 哦 他不是阿扁的人嗎 他不是陳水扁的人嗎 他不是深綠的嗎 那現在國民黨支持的下去嗎 我就不曉得了 不過冠婷 你在立法院聽到的訊息是怎麼樣 昨天我們去參加交流協會的一個活動 就在軍樂酒店 那我回想到彼時匹克 就是當初這個侯友以柯文哲 馬英九 大家都坐在一起 就當場弊名那個樣子 想不到國民黨 經過了幾個月之後還是學不到教訓 還是藍白雷 還是一樣 還是一樣 我們這個釋出善意 釋出善意得到的結果是改革比位置重要 所以國民黨自己當趙偉就不能夠改革 一定要民眾黨當趙偉才能改革啊 委員 人家改革比位置重要 你們國民黨不會改革嗎 所以要把位置讓給人家去改革嗎 我簡單補充點 冠婷你講出一個重點 就是其實我們法案是改革法案 或者是大家都能接受福國立民的法案 你不用特別合作 自然而然本來就會支持 不過人家這句話就是吃你們豆腐 你們不會改革啊 給黃國章吃你們豆腐 其實 其實議員講得很好 就是說正常的國民黨的黨員 當然知道是這樣嘛 所以剛才這個美美姐她講的沒錯 就是說是不是有某些人有私心 所以才導致這樣 然後第二點 趙偉剛剛才部長講到 趙偉剛說這個在院長選舉 這個民眾黨也有幫忙啊 我說奇怪他幫什麼忙 第一輪選舉黃珊珊拿7票 他們連自己都沒有辦法幫忙自己 還少一票 你們最後韓國瑜院長是拿幾票 54票 民眾黨有支持嗎 沒有嘛 所以不要因為這種 寄託於這種飄無飄渺的這種 如果我們這麼做的話 未來民眾黨就會挺我們 總統大選就沒有挺你們 廝殺的像什麼樣子 怎麼可能未來會挺你們 所以這些東西讓來讓去 都不符合民主精神嘛 票該怎麼投就怎麼投 票多的贏嘛 這個韓國瑜院長講過嘛 怎麼這邊讓來讓去 說真的對國民黨的主體性來講 對民眾來講也是一個騙局嘛 他們投你是投國民黨 不是投民眾黨耶 國民黨到現在還搞不清楚這個狀況 老實說啦 電話都會打到哪裡去 要嘛就打到國民黨的黨中央嘛 要嘛就是投資深的立法委員嘛 所以今天這些資深的立法委員都站出來講 就是在防止這件事情發生 而且說句實在話你們去花蓮開了共識營 開了共識營裡面四十幾個立委 也不是全部的立委 四十幾個立委參與這個投票的共識 也才二十幾個 這根本沒有代表性嘛 如果做出這樣的決定 是對不起你們自己國民黨的支持者 不過國民黨支持的是真的炸鍋了 在這個時候我們看了國民黨 那也要看看民眾黨啊 看起來是吃定國民黨耶 要吃定人家一息招耶 還要吃人家的豆腐 國民黨的豆腐還真軟真好吃耶 又嫩又軟又好吃嗎 不過這個時候我們看看柯文哲 柯保溫限難題 柯文哲一直想保溫 結果呢韓國瑜立願登峰了 雙簧崛起了 韓國瑜的崛起是柯文哲把他帶出來的 因為請他去當果菜公司的總經理 才把整個把他帶出來的 結果呢雙簧 現在都要民眾黨都要看黃立 黃國昌跟黃珊珊 所以柯文哲內外交迫 所以呢 對柯來說 維持黨內權力恐怖平衡的最好狀態 讓柯能一直立於共主地位是最重要的 怎麼樣重要呢 黨內核心幹部不諱言 雙簧目前有默契的維持恐怖平衡 黃國昌已經宣誓不碰黨內事物 黃珊珊凡事以科為尊 再論二零二六佈局 黃珊珊瞄準再戰臺北市 所以換句話講 這樣子讓他恐怖平衡 所以換句話講 大家看看看準一點要出征新北 黃國昌不碰黨務的原因曝光 黃國昌說他宣誓他不碰黨務 為什麼不碰黨務 因為他在時代力量碰了黨務 時代力量就垮台了 現在變成泡沫了 所以如果再讓他碰民眾黨 民眾黨怕繼續泡沫下去 隨著時代力量一起泡沫嗎 所以大家在問的時候 另外三三公主管不動小雞嗎 黃珊珊對戰蔣萬安蠻隱憂 大家看看常常對臺北市議會黨團 議員指指點點 這是黃珊珊 一度怨聲連連 指指他想法一堆 但沒有執行力 好 若再戰北市 無論新鮮感或政治現實難度都不小 所以換句話講 柯文哲黃珊珊黃國昌 都有他們的難點的時候 再看看柯文哲怎麼講 柯文哲寄身國會 結果他反過來說 是國會寄身我 為什麼是國會寄身我呢 因為民眾黨黨團 在立法院的黨團人事費 每個月僅獲補助五十五萬 還要靠民眾黨中央黨部來貼錢 他認為這是理由 結果吳思堯馬上打臉他 他說立法院對公費黨團助理的補助 原則是一樣多的 現在民眾黨哭窮 炒作成是國家虧待他們 所以黨中央被迫要派人來進駐 國家沒有虧待民眾黨團 也勞煩民眾黨團依循立法院的內規 為什麼國民黨五十四席也是五十五萬 民進黨五十一席也是五十五萬 你們民眾黨只有八席也是五十五萬 他竟然說還不夠 還竟然說是要靠他 所以是黨團寄生他 所以你看柯文哲多可惡 真的可惡到極點 另外招質疑可以一日騎雙塔 卻連一日雙半都不肯走 這是政治上攻擊的語言 不要理他 真的是這樣子嗎 雙半指的就是民眾黨中央黨部 還有立法院的黨團 他不在中央黨部辦公 跑到立法院的黨團去辦公 戰狼小姐姐到立法院 柯文哲空戰變弱了 陳志涵曝內部組織整改 敬請期待 哇陳志涵要改革民眾黨 八個立委的黨團內部 我真的替他鼓掌 他也不是立委 不是什麼 要改革黃國昌 改革黃珊珊 改革那八個立委 哇陳志涵真的有膽量 有夠大 我是覺得 這個是在自己狀態 怎麼來看呢 我覺得大家應該記得 我們剛結束的是立委的選舉 結果現在選出來的這些立委 不管是區域立委 或是不分區的立委 每一個都想什麼 一下想當這個六都的市長 一下又想要當這個自己的黨主席 各位 我們有授權這麼多嗎 我們投票是投給他們做什麼 就是當立委 請你好好的開院會 開委員會 審查法案 審查預算 好好質詢 就這些 沒有其他 所以剛剛勇哥在講說 這個寄生寄生 大家知道什麼是寄生嗎 在自然界有兩種狀況 兩個生物之間 一個叫共生 一個叫寄生 共生跟寄生不一樣 共生是兩個生物 互相得到好處 藉由彼此的合作越來越茁壯 寄生是什麼 寄生蟲 基於他自己的利益 傷害了宿主的健康 搶奪了宿主的資源 我用醫學院的一堂課 寄生蟲學來跟大家分享 各位看這張圖 我們來講一下 這叫中華乾溪蟲的生命史 它就是寄生蟲 為什麼叫寄生 因為它在人的身上 繞了一圈之後 這個人就越來越瘦弱 然後寄生蟲就越來越肥 越來越大 各位看 在我們淡水河裡面 一般淡水的河流裡面 有一些魚 它會變成是 這些寄生蟲的宿主 那會產生我們說的囊有 就是小小的這個蟲 人就喜歡吃什麼 吃生魚片 吃沒有煮什麼 整個魚 然後吃下去之後 跑到身體裡面去 在十二指腸 在膽管裡面 變成成蟲 會怎樣 現在醫學研究發現說 人不但會消瘦 而且可能會致愛 變成膽管癌 然後再從我們人的身體 這些從來又排出去 又被這些我們說的 裸 魚 繼續在吃 一帶一帶這樣繞 各位 這個大江大海是什麼 就是台灣社會 那這個人體 就現在的國會 所以柯文哲說 什麼民眾黨立委 寄生柯文哲 或是柯文哲寄生國會 重點不是誰寄生誰 重點是寄生 就是一個錯誤的事情 這都是明指明膏 人民是希望國家更好 不是讓你們這邊寄生的 那至於說 剛剛提到這個黃珊珊 黃國昌 我覺得不要急 各位不要忘記 當年是誰最先說 要選2024的總統 就是柯文哲 有選到嗎 他的票最少 先看沒有用 人民會檢視到底你有沒有能力 因為這過程中 柯文哲做了八年的市長 做得很爛 所以大家投不信任票 包括黃珊珊 從副市長要轉任市長選舉 一樣落敗 同樣的現在你們在當立委 如果你做不好什麼都不用選 那至於說這四年 未來四年柯文哲怎麼辦 各位再給他看一張圖 你們家一定有冰箱 冰箱裡面有很多瓶瓶罐罐的東西 你看這每一罐都很漂亮對不對 有一罐 來這裡有一罐黑黑的 這罐就是柯文哲 每一罐都有它的保存期限 這罐過期啊 通常你會怎麼做 你會先看說這罐好不好吃 如果好吃你就想說差一兩天可能可以吃喔 先放著 不然就是買的很貴 丟掉之後回來會被老公罵 不要丟掉 但是越放越久的時候 這些的瓶瓶罐罐呢 開始展現它的威力 黃國昌啦 黃珊珊啦 傅崑奇啦 韓國瑜啦 百家真名 時間越放越久 放了一年 放了兩年 這一罐 你還會想吃嗎 它還會好吃嗎 這是現在柯文哲最擔心的事 他放越久 他除了騎車 騎腳踏車 來來去去之外 他沒有辦法展現他任何的實力 那過去他都靠一張嘴 現在呢 連議題都沒有 所以我覺得看看柯文哲 他真的應該擔心 冰箱裡面東西放久了 收掉了就是不能吃 所以醫師告訴大家 過期的東西不能碰 就算他再好吃 只是包裹著糖衣的毒藥 現在這一罐罐頭 將會被現在百家真名的立法院 慢慢的會把它釋出 慢慢會失去他的一個競爭力 這也是現在柯文哲跟民眾黨 最大的問題 所以看到雙黃 現在民眾黨要看黃曆 看黃國昌 黃珊珊 黃曆不好 黃曆不好 那可能這個案子就過不了 所以呢 柯文哲緊張啊 他的聲量被雙黃給搶走了 這個時候他又來個寄生國會 來靠這一招 還講說 哎呀一個月才補助五十五萬 哎你們八席補助五十五萬 人家民進黨五十一席 也只有五十五萬耶 國民黨五十四席 國會最大黨也只有五十五萬耶 柯文哲竟然還說太少了 看這個柯文哲哎呀真的是 柯欣不足蛇吞象 怎麼來看呢 蘇北 對柯文哲來講 這個整個太陽系是繞他一個人轉的嘛 所以當他覺得預算不夠 就是不夠啊就是不夠啊 你又比較 就算是跟其他政黨黨團一樣多 他也覺得不足啊 而且我再講一個 他當他想到立法院的民眾黨黨團 搶聲量的時候 他怎麼樣就想去嘛 不管你怎麼樣講他 他就想要去 因為如果沒有去這個地方 他現在已經沒有其他的地方 可以寄生 可以取得聲量了 所以你看現在 這個他講 有人罵他寄生國會 他就跟這個吳思瑤一句來一句去 他就有聲量了 你知道嗎 他就有聲量啊 你罵我寄生國會對不對 我就開始罵你說 你看你國會給我的錢很少 但大部分的人怎麼會知道 民眾黨 國民黨 民進黨 不管自習立委 給的補助是一樣多 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小巧我就會說 你看啦 是不是中央政府又對阿伯不好啦 對於民眾黨 你看又給比較少錢 就用這樣子的方式去洗他嘛 我會說 對於民眾黨 每一個人都在 你對於民眾 rubric的時候 對於民眾 追上 管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